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是谁啊 帅哥 帅哥 会说河南话的帅哥 就是河南人吧 是河南人 但他说的就特别溜 你知道吗 那他比我差圆了 赏心有请歌手黄鹤祥 有请大来宾 哇 新年快乐 黄老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谢谢你 黄老师 老哥 其实是把结婚的衣服 对啊 赫俩你看 赫俩都看出前度上 我来讲了赫俩 这个赫翔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我认识你这十年 你变化特别大 就是以前吧 就是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 这样的 知道吗 以前显得特别小 现在咋个捞成这样样了 捞脸啊 真的你有没有觉得你以前 就是可能跟不熟悉的人 你就是这种感觉的 你知道吗 有点那个话 对 后来我跟他熟悉以后 我发现他人真的是特别好处 那你以前老跟我那样干嘛呀 你以前没有跟他说何他话呀 一眼黄老师上来都说何他话 他可能那个阶段的他呀 太火了 太火了 没有 没有 那个时候因为我对你还是 我特别仰慕了 所以我对我仰慕的女孩子一般呢 我就要 我也得拿着点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我下来就 哎呦 哥们走啊 掌声吃饭去吧 那一般没什么想法 对 主要是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年轻 没错 现在我们都人到中年 他都人到老年了 何翔呢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歌手啊